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对于感情又往往会因多年朝夕相伴和柴米油盐而容易产生摩擦和矛盾 所以中年 对于某些物质生活有了提升 而情感生活并不是十分如愿的人 就会容易对感情有超出现实的期待 也会很容易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之下 变得幼稚和躁动 开始相信那些所谓的爱情 为什么会用幼稚和躁动两个词呢 幼稚在于人到中年了 还去相信另外一个人的甜言蜜语 天真的以为放下一切和他重新开始就能比现在幸福 没有认真的仔细想一想 现实里的幸福要实际的多 一两句甜言蜜语真的不能代表幸福 躁动在于 一旦心里有了异心 那种对所谓爱情的期待就会随时迸发 左右着一个人的思想 决策和行动 心中的按捺不住 无法理 无法克制 都在蠢蠢欲动 此时好像会有无数个声音说 去靠近那个人 他会带给自己爱的美好和浪漫 靠近他会遇到期待深处的幸福 余生的方向就在这一念之间 听从了这个声音 就没有回头的路 抵制住了这个声音 人生就会迎来新一轮的领悟 到了中年 在遇到感情岔路口时 有三种人能不见就不见吧 别幼稚 也别被躁动影响 趁下心来 才能看到幸福的正确方向 一 隔着手机屏幕说爱你的人 人到中年还去用手机谈感情 还相信一个人在手机的屏幕下敲下几个字就是真爱 就是山盟海誓的样子 真的很幼稚 可是有些人就是明知自己很幼稚 也不懂得把自己及时地唤醒 天真的就像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 以为说了爱就是真心的 说了在一起会幸福就能够幸福永远 手机里的爱情或许的确很浪漫 对方可能会在你失落的时候给你温暖 在你需要的时候随叫随到 它会让你体会被人在乎的小悸动 也会偶尔带给你一些小惊喜 仿佛隔着这个手机的屏幕 你都能看见你们在一起浪漫幸福的画面 也能想象到你们合拍恩爱的未来 这些所谓的美好都一直传递给你一个信息 去见它 去和它靠近 仿佛靠近了它就是靠近那些心里期待着的小幸福 不过却别忘了 虚幻和现实存在着差距 手机上它能对你无微不至 能够随叫随到 能够给你各种关爱和在乎 现实世界中的它未必能做到 而且手机里的感情都是经过美好和修饰过的 现实中的人是什么样 你们有着怎样的性格问题和思想差异 都是未知 或者说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都无从了解 就因为聊得很好就说爱 未免太草率 手机里说爱你到老的人 能不见就不见吧 它和现实相差太远 付出的期望早晚会变成失望 二 错过多年后 回来和你暧昧的前任 前不久朋友说他和前任重新取得了联系 是前任主动联系的他 时隔多年未见 两个人各自有了家庭和孩子 在彼此知道彼此近况的同时 那种错过彼此的遗憾之感慢慢变得强烈 就这样他们没有再明确地表达过爱 但是每天都会坐着情侣之间会做的关心和陪伴 虽然分别在不同的城市 但是他觉得他们的心一直很近很近 因为和前任重遇又密切地联络 让他燃起了对他的爱和眷恋 在和现实生活里的鸡毛蒜皮比起来 他不止一次地想过 也许当初嫁的是前任 或许就会比现在过得幸福 然后就忽然来了这样一个机会 前任有机会来见他 他犹豫了 见他顺应心里的期待 也预示着他们之间就很可能犯错 踏上一条更纠结的路 后来他见了 生活也因此蒙上了一层灰暗 那个殷勤的前任慢慢变得冷漠 而他也没有资格再回到原来的家庭 对于前任 错过了就是结局 任何的不甘和重新燃起的期待 也很难改变现实 重新联系 重新相遇 可以成为朋友 但却不适合再说爱 过度地和现实较劲 刻意地去见面 努力追求的就不是爱和美好 而是贪婪 幼稚地和最后双双无法两全的局面 前任重逢 不相见并不遗憾 见了才是更大的遗憾 三 比你爱人优秀 对你也有想法的异性 人到中年容易让人背叛感情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遇到了一个比自己身边爱人优秀很多的异性 可能对方的各种优秀都在不断地提示你 你现在过得有多么的不如你所愿 你身边的爱人有多么的让你觉得不够好 这些暗示和对比好像都在告诉你和现在更优秀的这个人在一起 你会过得更好 你会更容易触及你期待的生活 于是对方若是也对你有想法 你也会徘徊要不要靠近他和他见面 说到这里就要重新定义一下 人到中年的幸福 人生并不会十全十美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满足 他遇到怎样的人都不会过得幸福 人到中年的幸福应该懂得生活的真谛 感恩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而不是还带着一颗躁动的心 以为自己有机会可以过更加不同的生活 一个看起来比现在爱人优秀很多的异性 他可能已经有了家庭 没办法给你唯一的爱 他可能有更自我的追求 不会把你是做重要的人 他可能会说爱你 但是爱的不会长久 总之 这个优秀的人再好 他能给你的一切都是未知 你无从认定 你能让他给你所期待的幸福 折腾的结局总是疲惫和伤害 唯有学会珍惜 能不见他就不见 稳住现有的幸福 才不会有损失 才不会经历后悔 这三种人是人到中年很容易出现的三种人 或者也可以说 这三种人是一个中年人在感情疲惫期 很容易被发掘出来的人物 他们像是一份新的开始 像是一份解脱 像是可以拯救你人生的新的稻草 可是新的就代表未知 新的就代表需要重新开始 新的就代表一切都不一定会按照你期待的样子 中年时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生活基础 已经有了一定的情感和家庭付出 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 重新开始就是亲手毁掉这些 结局注定是后悔 冲动的代价是惩罚 有些人不见就不会让你面临更多的痛苦 也不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 也许不满足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弱点 但学会满足懂得克制 是一个中年人想要幸福的必经之路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